暑假是出国忘记 但是提醒您前往日本 要当时因这个新冠病毒 因为当地的病例数连续十周上升 尤其又以东京大阪九州病例数最多 至于国内新冠跟流感则过了高峰期 茶姐喉咙不舒服 还有点头痛恶心 一早就来诊所报道 早上起来觉得头有点痛痛重重的 然后喉咙有点痛这样子 医师诊断后幸好只是小感冒 诊所观察流感 新冠过了高峰已经逐渐下降 但可怕的肺炎不能轻忽 一名50岁患者本身有气喘 加上抽烟习惯 咳了两周不以为意 没想到咳出血挂急诊 诊断是肺炎 三天后严重呼吸衰竭 转交互病房 插管治疗三天后不幸因为败血症 多重器官衰竭病逝 其实心理肺炎其实要很注意一下 因为它有可能会引起 比方说脑膜炎 或是厉害的肺炎 甚至关节炎等等 那这些的话大概就 死亡率就会更为攀升 国人肺炎死亡率逐年上升 是美国的六倍 十年来肺炎死亡率成长了两倍 死亡个案中九成十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而且长者肺炎炼求菌疫苗 接种率不到两成 想要终结肺炎对健康的威胁 慢性病患或六十五岁以上 施打疫苗还是最有效的防护 暑假旅游忘记 国人在到日本玩 疾管署市井 日本新冠肺炎从五月中旬开始连续十周上升 单周通报五万五千多例 发生率以鹿尔岛最多 病例数则是东京大阪九州最多 诊所也碰过不少人出国玩回来后 确诊新冠的个案 我们的确是有碰过 就是说一个人中 然后发现其实团中 大概其他人又在发烧 咳嗽人不舒服 然后回来医院说是新冠 医师提醒高风险族群 如果要前往日本旅游 最好接种疫苗 人多拥挤的地方 记得做好自我防护 记者临时达黄树芬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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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